北科大校长王熙福率领杰出校友们 齐声高唱校歌 让现场热血沸腾 10月30号是北科大110周年校庆 校方特别邀请杰出校友 一光电子董事长叶淫夫的夫人 申乐家简文秀 以原创校歌词曲 重新制作校歌专辑 那么他有一个非常磅礴的气势 然后有那种艺术风格 创新创意 所以这对北科大来讲是非常重要 北科大这个校歌里面 有我们蕴藏着我们创校的精神 跟历校的那个宗旨 所以这个是对北科大来讲 是相当重要的 我相信透过我们简老师 重新制作的这个校歌 将来不但在我们的校园里面 在台湾各地 甚至我们校友是这个 全世界到处都有 费十八个月完成的校歌专辑分为演唱版 交响乐版 行进版以及伴奏版四个版本 其中演唱版集结了 宝岛青年合唱团与北科大师神校友们大合唱 展现北科大精神 我们的合唱团大概弄起来大概有100多位 所以也希望北科大的校友的声音在里面 当然他们的声音不是那么专业 所以我也要做过很多的就Modify 那我想这个是大家所期盼的 不过这次的交响曲 我很希望校长也带到世界各地去 然后有姐妹校 或者是人家到北科大来参观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交响乐团 百人的交响乐团来演奏他的校歌 北科大校歌专辑封面采用2D双变闪卡设计 呈现北科大校门与古迹红楼的两大特色校景 回顾历史与展望未来也象征北科大的时代传承 记者林锡惠 台北报道